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继续来谈解王产老祖天威 王产老祖他的天威 是带领我们大家集福报 所以集合功德 把福报无量 集合功德不是只有吃 我们每年的1月1日 春天华族 举办中华民主联合祭祖大典 在台湾净土林口大体育馆 邀请三万六千众 来宁口大体育馆 香花请香花营 恭迎我们共同的祖先 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姓氏 我始生是姓张 前行姓的其他的姓 脱胎转世在不同家庭 所以王产老祖要我们大家 认知都有多生父母的投胎转世 福德姻缘 所以在1月1日的联合祭祖大典盛况 非常的让人感动 我们在祭祖大典的午餐 集合便当 由元松禅师范贝学院 元松禅师院长 带领法师 一起做私食供养 这个便当 今年由地址夜秀英 闲事 发薪 150万 买便当给大家 来吃 然后借助大家 一起在 祭祖大典的会堂 供养佛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 供养列祖列宗 三戒万灵 来时机 去时宝 这个福报 是集合福报 集合供养 所以你悟的人 有智慧者 不是要多少钱 而是在于花心 相互的 来拱照 那这个季祭祖大典 所有的列祖列宗 朱祖灵 想法院 我们还有其他的 水果栽串 要花很多钱 来供养我们的列祖列宗 朱祖灵 五千年 到今年 2020年的1月1日 把有王产老祖慈悲 就是复兴 王产老祖慈悲 还是我们要追根索源 深谈举办中华民主联合 祭祖大典 现在我们一般都分为 自己的姓氏 为尊 其他的姓氏 你就没有办法去接受 那是错误的 所以生生生世世世 有不同的姓氏 有多生的父母 我们都要供养 你供养一分 你就会得到十分的福报 甚至百千的福报 甚至百千的福报 这其实有智慧的人 有悟道的人 你会这么做 所以老祖开始我们 福报 集合功德 那么福报无量啊 福报无量 那么我们这个生产法会 一天供养这么多的栽串 大家集合大家共同来共良 有的出钱 有的出力 出善心和爱心 香港人 让你共同有良 不要说说我很衰 去花学习惟 eigentlich不要 我跟你说 你衰就不来 你用荷ket 你就可以让你把你的法师 摘着 你减少一天在外面赚钱 当然很重要啦 但是你的集合功德的福报 无量 因为你家里葫芦寿三星 在家里头顶上 看我们究竟在积多少散德 积多少的福报 所以我们修行的人 我们要去悟 悟哩 就是惨 把善于补 犹如夜夺灯 无疮暗示夺光明 所以我们不悟做真产奥义 把你悟了就是像太阳光 照片三千大千法界世界 都是不悟 其实在这房子里面 你找到一支小蜡烛 很高兴你就认为说 我已经夺到光明了 万能没有想到蜡烛很快就熄灭了 还是在黑暗 无疮暗示夺光明 所以在人生的父师布施 就纯悲与洗手 所以中间 阿弥陀 是无量光 左边 左边 吃杯 右边 洗手 这是观音 四字 中间 这阿弥陀佛 这无量光啊 所以一个人的慈悲 你悟了慈悲 那我们的法门 维心圣教 一经大学 这个慈悲的行走 当你看到这家庭很不平安 一定有原因 那么你们就将所学到 帮助他们 慈悲就是 起切 把他们环绕 找到原因 拿到以妙华 告诉他们 解惟 环绕 你就洗手 那当下 阿弥陀佛 你是谁 到着到场了 同学 阿弥陀佛 你是谁 你是谁 这阿弥陀佛的化身 阿弥陀佛的圣孙 法身 和化身 所以人在世间上的烦恼 多如牛毛 有时候我在 民国七十一年 到大五三一 曾天华旨 开启南天正门的时候 半路上 在山顶上 看到了一座大山 就是一只独角牛 上面坐的太上道族 太穷多重 那时候我也想不通 后来我遇到感恩 感恩 感恩 修道的 拿出牛毛 独有一只脚 太上道族 在独角牛 犀牛 独角牛 大概一天而已 我修道 如牛毛 好 悟道 独独一只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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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修道 如牛毛 好 悟道 一只脚 脚 脚 那是绝 一个绝字 算你不悟 就晚上读到 黑暗的时候 读到一盏小小的灯泡 很快就暗掉了 好啦 所以修道的事情 牛毛 太多太多的行功利得 就是牛毛 太多的烦恼 也是牛毛 所以独独 所以独独 绝字 狗 所以他一上道族 他所骑的是独角牛 王蝉老族 他手骑的是 他两脚的牛 兩脚的牛 兩脚的牛 那就太急 太急 一個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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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王蝉的真理妙華 就是太急 太急天 的真理 太急天的真理 太急天的真蝉 所以各位同修 你們等一下回去 你都會騎五檔後 腦主都化身 那麼你開車子 開車子 兩隻腳 是不是像牛腳無感 沒有啦 荒槍盤 這都到老早以前 就有了真慘奧義啊 所以有了 有了 有著 復興 誤著 學天 你不誤著 還是歡呼 不 歡呼 生死輪迴不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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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煩惱一直在煩惱 都是很會摸下的街 那麼我們出生來為人 我們的毛細鴻 那麼多的毛細鴻 三萬六千神將 你不相信 你贏了 不自己用別點 算什麼 三萬六千個毛細鴻 裡面所做的是 做的是誰 是佛 是道 是王禪 喔 所以這個 我們修行修道 就在自己身上你就要去悟吧 雖 所以季公才說 不悟猶如月得燈 無窗暗次得光明 此生不悟今生度 更待何時度此生 哈哈 哈哈 所以各位同修 你今天知道 你有修圖嗎 有修圖嗎 有修圖 如果沒有修圖的話 請教授 有修圖 所以上天給我們都是很慈悲的耶 給我們的老鼠很平等耶 對啊 滿月沒有用耶 萬天萬爹萬老鼻 無公平 沒有用耶 沒有用耶 你沒有悟嘛 所以老鼠給我們各種因緣來悟 體悟人生 葫蘆獸 三星拱照 當我們三星拱照你悟了 就與佛同受 與神同受 以道長青 長存永恆 所以希望各位維新賢士 十方善逐士 多參與修圖 都悟到 我們維新電視台 所播出的節目 不是在那邊喊動蒜 動蒜的 世人還是要再下來 你做不好 世人的罪惡 罪業 延續到來生 那真的發不來 所以有一次 有一點 有信徒問我說 叔父啊你看誰當選 我就跟他說 很簡單 業障重的人 一定會當選 業障重的 那應該不會當選啊 因為他還有漁服 還有漁服 與虎未盡 雖然他還有機會來 當選做 一人之上萬人之上 的領導者 無論大領導 中領導 小領導 都有漁服 那麼福 你還要繼續種福田耶 不種福田接下去 會更慘耶 那麼你們可以看 把選舉的期間 拼著命 抹黑瓦坑洞 無眾生有的事情 造成受惠大家的 心不安 這你是在損得耶 不是代表說你很 很厲害耶 那很可憐的人耶 所以我們修道的人 要洗福 要遵天華主 福祿壽三星 在你的心 福祿壽星 在你的家 家家皆有福祿壽 人人有福祿壽 天下必太平啊 所以王山老祖 他所領的 天下太平的本願 這樣你聽不懂 有 有可能太平嗎 有 大家悟了 天下就太平啦 不悟 連家庭也太平不了啦 福不福田不種 善德不羈 你哪裡有太平 真的很可憐耶 自私自律的想法 所以王山老祖 是太極天龍 他倒架吃寒 所以王山老祖 他的 連義皇大帝 他也在讚嘆 王山老祖 他的天威 那我們 也要一起來 公佔王山老祖的天威 請大家 合掌 我們來公佔王山老祖天威 請合掌 王山老祖 王山老祖 胡錄壽星 胡錄壽星 福運昌生 福運昌生 故我舉手鼎禮 胡錄壽 各位維新前世同修 我們今天 把這個 共修 來禪解王山老祖天威 大無其外 細無其內 到我們的當下 我們的念頭 點點滴滴 都是浮星 都是陸星 都是壽星的 硬化身 所以各位了解了 依法不依人 你依人 你就要勝責 依他的行助作惡 依他的智慧 所以王山老祖 是太極天的天龍教主 空界的宇宙世界和平大神 我們應該來攻佔 那麼現在我們要來回向 回向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徒 莊嚴佛淨徒 上報是同恩 下祭貪圖苦 下祭貪圖苦 環有見聞者 西花菩提心 西花菩提心 同聖極樂國 阿彌陀佛 祝福各位 謝謝